19岁红星凶贤台中捷运车厢内 持刀随机砍人 28岁许姓长发男子上前搏斗 与凶贤扭打 还有人试图咬夺刀 所有乘客也围上去帮忙压制 在警方抵达前就将嫌犯打倒在地 5月21号发生这一起台中捷运随机砍人事件 28岁许姓男子英勇抵抗凶贤 不过他也因此受伤 那时候位置就很好跟 选犯在处在对峙的位置 所以就顺其自然的 他就是锁定目标就是我 我目标被锁定了 我也讨厌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就我也只好就是 对我原本也没有觉得他真的要砍人 我被砍了以后才知道他是认真在砍人 所以我才开始 反制 回想惊险过程 许姓男子说凶贤持刀 从最后面的车厢一路往前 逼得所有乘客无路可退 加上凶贤锁定他当目标 不得不上前对抗 砍了以后 我就抓着刀子 因为被砍了以后 我怕他在砍我第二刀 所以我就抓住刀子 然后就是 我想要抢 但我抢不掉 所以我就喊后面的人来帮忙 大概喊了三四声以后 就有一两个大哥来帮我一起抢 而许姓男子搏夺过程中 左脸夹遭砍伤 嘴唇也有撕裂伤 至少住院一周才能出院 当下之前接到电话的时候 不晓得这么严重 来的时候看到他 他那个伤口都可深可见骨 那看到的时候 眼睛都忍不住掉下来 那因为 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贴心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儿子坐结院被砍伤 徐姓男子的妈妈非常心疼 不过英勇帮助他人 妈妈也说以他为荣 事发后徐姓男子的亲朋好友 都来送礼探望 也赞赏他英勇的行为 社群上网友也封他是英雄 徐姓男子也感谢各界的关心 男中师傅也表示 为了奖励建议勇为的民众 接下来将让他们 终身免费搭台中捷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